我每次看集权国家的宣传 都忍不住嘖嘖撑起 哇 有这种事啊 比方说我这两天看到这张宣传照 两名西伯利亚的男子 在摄氏零下33度吃冰淇淋 这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吧 有 问题大了 有俄国官员就跳出来说 这照片太gay了 疑似在宣传非传统关系 这是对内宣传 我们看看对外的 俄乌开达以来 克里姆林宫就一直造谣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个毒虫 会边开会 边嗑药 还酗酒 希望打击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现在有专家发现 最近几个月以来 竟然有一些好莱坞明星 自拍影片温情喊话 要泽伦斯基好好戒毒 重新做人 哈哈 怎么会这样呢 大家好我是饭肥 欢迎收看饭姐妹的today看世界 纽时报导 俄罗斯在西方资讯战中 用了一种新武器 就是明星背书 你大概以为又是身为Defact那种伎俩吧 错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好莱坞明星本人 今年7月有人在俄罗斯的社交媒体上发现 电影魔戒的主角Elijah Wood 就是演哈比人佛罗多的那一位 自拍影片对一个叫Vladimir的人加油打气 要对方远离酒精跟毒品 需要的话大家都会提供援助 这段影片被人剪接过 背景有美国知名八卦报TMZ的标志 营造出爆料的效果 上面还压了乌克兰国旗的表情符号 暗示伍德指的就是泽伦斯基 这些影片都是从一个叫Cameo的社交网站上流出的 叫网站主打让粉丝付钱 请明星录制客制化的影片 从生日快乐到恭喜发财 心灵鸡汤或励志演说 想要狠狠地嘲讽前任也可以 虽然平台带有浓浓的低咖位 在上面的公众人物经常被酸成过气艺人 但还是可以看到许多演员运动员 那音乐家顺带一提 我们介绍过的到处片艺人桑托斯也在上面 对就是前一阵子终于被逐出国会的那一个 请他录一支还不便宜 要台币将计一万六 他改当网红赚的还比当艺人多 运作方式基本上就是 选定你喜欢的艺人接着付款 再详细说明你要他说什么 明星有七天的时间可以录制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热腾腾的影片了 微软的温依协分析中心主管华兹 本月初就发布了一份报告 说有人对这些不知情的演员们提出要求 希望他们向一个名叫Vladimir的人喊话 呼吁他戒毒 这边解释一下泽伦斯基的名字Vladimir 跟俄罗斯总统普丁的名字Vladimir 念起来是一样的 只是拼法不同而已 就连拜登以前也曾经口误叫错过 后来影片就被一花揭幕成俄罗斯的大外宣 这显示俄方已经开始尝试新方法取得战场优势 并且试图减弱各界对基辅的支持 目前已知的受害者除了Elijah Wood 还有前重量级冠军拳王泰森 绝命毒师的Dane Norris 至少有7个人受害 但藏进人是谁不知道 而且很难抓 华尔街日报的资罕记者就说 这些影片跟俄罗斯官方之间的连结非常薄弱 让莫斯科撇得一干二净 至于Chameo的CEO则是说 虽然平台已经封锁来自俄罗斯的用户 但有心人士还是会翻墙使用 那把Vladimir的相关请求列入黑名单呢 也不行 要知道Vladimir可是东欧最受欢迎的菜场名 不可能变调 其实这已经不是西方名人第一次遭殃 连线杂志定期就揭露 亲俄罗斯团队11月开始在网路上展开假新闻活动 他们会把公众人物的照片配上亲俄反乌的口号 让大家以为这些话真的是从明星口中说出来的 比方说泰勒斯的照片旁边就写 乌克兰根本诈骗集团 我们却得要继续付钱 今考戴上的旁边就写着 乌克兰滥用我们的帮助太令人失望了 根据纽10 有多达75位国际名人的照片 都被俄罗斯拿去当宣传工具 这些内容光是在脸书上 就影响了超过760万人 公众真的会买单吗? 还真的有可能 假账户监控团体的研究人就有说 人们倾向信任知名的公众人物 俄罗斯媒体看准的就是这一点 如果没有名言专家说出你想要的内容 那就自己搞一个 只需要找张照片或是影片 加上字幕配音或一段引述文字 就轻松搞定了 假新闻研究人员把这个宣传活动叫做Double Ganger 这个字来自德语 前面是Double的意思 后面的Ganger是行走的人 意思就是跟你长了一样的人在外面走 中文讲就是分身 这个团体从去年5月起就开始运作 除了盗用明星照片 连《卫报》《华报》等国际媒体的网站都有分身 然后在上面PO假文章 假影片 假民调 微软踢爆 幕后黑手是一个叫Storm 1099的亲俄团体 它原本是针对西欧国家 尤其是德国做宣传 但最近已经把重点转向以色列跟美国 这件事会这么受到国际关注 原因之一就是今年8月 瓦格纳的首拿普里格金 被坠机身亡之后很多人都在质疑 以前负责假新闻的头没了 那俄罗斯宣传能力大概不行了吧 但微软最新报告强调 现在看起来科里姆林宫的宣传完全不受影响 再来就是这假新闻手法粗糙的令人意外 《华尔街日报》说 原本大家预期看到某种AI生成的假新闻身为影片之类 没想到只要简单的付一点钱就达到目的了 粗暴又直接 这也说明了这类活动的去中心化 俄罗斯政府并没有规定底下人必须要怎么样做 而是放手让所有人去尝试 用全新的手法造成混乱或破坏 看看行不行得通 但这是俄罗斯 中国已经出现了净化版 上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才发表了报告 说YouTube上面出现了多个频道 共超过4500支影片 用英文疯狂传播亲中跟反美的言论 这些影片都有AI主播 报导美国处理尾巴冲突方式很烂 美国没有中国那么照 无法调节国际冲突等等 这些影片在全球吸引了至少1.2亿次的观点 观看73万用户的订阅 甚至有外国公司来投广告 有时指出以前的假新闻大多是劣质内容 但有了AI帮忙不但真假参半 影像画质都很专业 而且跟时事跟得很紧 而且AI软体几分钟就能够做出一支中翻音的假影片 根本不用什么专业的技术或是知识 主播的口音是男是女都能够克制 不只是英文版 连印尼文、法文、西班牙文都有 国防大学的专家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其实接到制作影片的公司 不一定知道客户是谁 有可能是中国当局下令之后 经由香港或其他地区的合作人士 委托网络公司进行操作 分析师也说这些YouTube影片 可以说是中国近年来在社群媒体最成功的假新闻宣传手段 以及有很多研究指出 台湾是被中共Disinformation攻击最严重的地方 很多时候是网络上新扩散 然后传统媒体照抄 网言就变成主流了 我自己每天要看大量新闻 最难判别的就是半真半假的讯息 所以现在看新闻真的很累 同条新闻都要看好几家 我们最近正在做一个相关的专题 我想请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过的炒得很大的中国的假新闻 最好是还告诉我 你如何判断你看到的是假的 然后是中国来的 Today看世界的YouTube频道 开放超级感谢的功能啰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做更棒的内容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ght Today官方帐号 它就会每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 到Light Today国际栏目里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范锡维的Today看世界 天文的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